大家好,我是金融漸遠線 今天講建築研究第十七點一 吳一可恨求知的電層架空的接近目的和猜想 忽量期講,今期就先講 圍古下夢樂的這種氣候說 然後引出本人的觀點 到下一期再講這個通過 本地外地建築,嘗試冷靜防雪和自我反駁 這個落洞建築的地層 我們看到它都是這樣的架空 卻沒有實際正式使用 在夢樂一直有這種說法 就是這種報導 它是這樣的架空 是為了適應南方的濕熱潮濕的氣候 同時這本書也有同樣的觀點 我就看見我有一隻疑文 我會想它是否這樣 然後我就考量一下我的想法和思路 就是我們五州是1897年開剖的 開剖之後那些分歸外地就來到五州生活 但是這個好玩牛子是1918年才開始建設的 在這個將近有20年的期間 回家後就慢慢熟悉吳州的 人文、氣候、水文等的環境 他們很自然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在吳州你想長期生存 就一定要考慮洪水 因為吳州是洪水,是洪露祖河的城市 我們看看歷年來的洪水浸到哪裏 那裏就是最近2005年的水圍線 2005年是浸到那裏的 那裏就是水圍的麥树 這邊有歷史的水圍 但是這裏是新水圍 那裏是舊水圍 我們做一個新舊水圍的轉活 就得出這些年份 它的舊水圍是對應那裏的水圍 這樣我們就知道那些年份 大概浸到那裏的那裏 因為它的調線是舊水圍的 那我們就看到 一年的時候27米 比那裏要高 比那裏要高一點 然後24米、23米 都是浸到那裏的 像這裏的那裏 那裏的洞樓 好像在建設之前 那裏人都已經知道 吳州的洪水恐怖地方 他們都有所感受的 那一來的話 應對洪水最簡單的風格 就是架高建築 當然舊子那裏的水圍本身就是高一點點 但是呢 反正的最簡單 架高建築也是最簡單的 我們看到那張船 很明顯的反應 當時的水圍就是浸到那裏的位置 那洞呢 那洞就是私洞的南面 那洞就是洞的南面 所以浸到那裏 近近馬浸到 近近馬浸到 幸好駕匡 駕匡之後 就馬浸到 你如果馬駕匡 的話 就一一套都馬浸了 所以的話呢 我認為呢 那些洞建築 我告訴你 這洞建築 他的第二層駕匡的主要目的是奉匡 另外呢 那些什麼所謂的適應氣候 適應那種 潮濕啊 液液的氣候啊 那些原因 我認為是其次的 主要的原因呢 都是奉匡 另外我們考慮一下這個潮濕 這種 這種的 情供 就是 所謂的氣候說 這兩種圖片都是 維南天醉維南亞時 我拍的 那圖片就是 B棟的地層 那邊是C棟的市楼 我們看到 那邊 哪怕你是市楼都可 的話 地面都是濕透的 這樣一來的話呢 你駕匡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 逢潮的作用 你這樣駕馬駕都一圓 你駕頭馬駕駕市楼都是濕的 駕駕駛等於建築增駕駕駛 只不過呢 你是遍遍到它 這種潮 該潮的 它也是潮的 所以我們可以反思一下 這種氣候說 或者說它駕駛之後 它對這個富翁潮的作用性有多大 這點我們是值得思考的 所以它這種 這種氣候說 它有什麼 資生的依據呢 我們也是 值得要反思的 那今期就先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稍待拜拜